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姐姐来之前 庄主可从来没有带我们出来这样 集体活动过 这算什么 在我们龙族帮 大伙一起出去吃吃喝喝是常有的事 你们庄主啊 就是太不勇得劳兔结合 劳兔 这做哪一件工作就算了 这偶尔也要像兔子一样搁出去蹦他们 小气八八 李庄主看起来年纪轻轻 就挣下了这么大的家业 真是有本事 二爷过奖了 冒昧问一句 庄主今年贵庚啊 我自幼被李家收养 兴许是在上元年间 上元年间 刚出炉的温泉蛋 姑娘 咱们什么时候回帮里啊 快了 往后啊 就不用看到某人又黑又臭的脸了 可是这点时间相处下来 我觉得李庄主也没那么差劲啊 你想想 他是个奸商 他都没有去追金线 反而去救你 嗯 得了吧 没把我摔骨折呀 也要拜土地公了 帮主 咱们帮回的钱怎么样了 算了一下 加上那一万两的赏银 拿到手的 统工将结八万两 够我们再多开几个商好 在这几亩地养餐 好 吃鱼够够了啊 胖子嫁不出去了 嗯 等我一会儿 嫦子 好 这地儿是不错 水深跟齐正都开心死了 一直要感谢龙帮主 两个大男人在里头洗澡 还是算 要我看 您对龙帮主 有些不一样 你看啊 丝绸装向来不留外 它是不一样的 丝绸装全员休假 几年来也是闻所未闻 您既会女子近身 就连杜小姐也是不疾不理 但是这两天 您就一直和龙帮主 意外在一起 两个人单独出去 不带我飘 说到底 你还是怪我没带你一起出去玩呗 不是 要是从生意人的角度啊 追冬子那次 肯定是你追金线啊 但是你救了龙帮主 为什么 你说你这脑子 金线不仅事关我丝绸装 也是龙竹帮旗带解决的问题 别人未必会尽力 但他一定会 事实也证明了 金线找到了 他不仅有赏 还摆脱了嫌疑 这是一笔双方都受贿的 金线 李大人 上头差我前来 就是想知道 一切还顺利吧 请待我回笔 要少的人一用 还是为了确保万苦一失 等拿到缺糙证据以后 我便会亲自回去 向上老父母 属下先行告别